嗨 大家 現在是早上八點半 我現在人在101附近 要去星巴克讀韓文 因為我等等有一個韓文的考試 那今天也是一個非常充實的一天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的生活 好 那就走吧 我點了一杯熱拿鐵 還有風味烤雞三明治 這個風味三明治是我第一次見 要知道國標老師已經念到我了 我現在要去考韓文考試 然後等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韓文教室的風景有多美 他裡面都有介紹很多韓文文化 像是韓國的飲食 試穿韓服 還有很美麗的風景 是在32層樓高 我韓文課下課啦 我覺得我上韓文課的地方超美的 然後今天剛好天氣又超好 藍天白雲 我現在要去下一個地方也是上課 因為我報名華視訓練中心的一個班 然後今天是成果驗手 所以我現在很緊張 因為我現在什麼都還沒有準備 我現在7點上課了 所以我要快點現在才4點 我現在還有一點時間可以去背稿 去準備一下道具 我已經到等等要上課的地方了 然後我現在先坐在外面 我一坐下來就可以再坐 我等一下要上台表演的道具 坐完道具之後 我會要來背稿 那等一下就來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成果發表是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好不好 真的是很 真的是很隆重 然後今天會頒發 結業證書的那種 那大家拭目以待 我要來繼續做我的道具啦 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這個鏡 真的是非常的隆重 非常的浮誇 我真的就在上面講話了 哈囉大家好 我們也喜歡看《喜果子》 我是滴滴說的 我是滴滴 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們有不感 可以做一點點事情 今天如果滴滴說的節目 我們就在這邊到一個段落了 希望你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我是滴滴 我是下個禮拜天 我已經到我家樓下了 感謝大家陪我度過這個繁忙的一天 然後剛剛打開信箱 發現有小驚喜 我的愛人 船 就在 這什麼 平息的時候 寄了明信片給我 那就這樣囉 下次見